进入元宇宙空间 虚拟角色活灵活现 无论打扮 穿着 讲话神韵 通通运用AI模拟 真实呈现 不用戴上VR眼镜 只要动动手指 马上来到虚拟世界 每个人都能见够专属的角色 除了线上参与论坛外 合照一张也没问题 冒险董事长黄志芳 找来分身回顾2021年 元宇宙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虚拟 或者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 NVIDIA的黄仁勋 它更提到说 未来元宇宙经济 它的规模会大于实体的经济 元宇宙题材正呼呼端上桌 根据数据显示 全球的AR VR产值 2024年有望标破650亿美元 国区电影阿凡达建构雏形 现在除了脸书创办人祖克博 斥资6000万美元 买下Metaverse命名权外 科技大厂也进军元宇宙 鸿海科技日三款电动车 直接搬进3D的展览空间 外贸协会虽然是一个公协会 但是我们也不能例外 我们自己要先做好我们的世卫化 才能够带领全台湾的中小企业 过去这4年的世卫转型 已经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 那贸协现在的运作呢 其实已经很接近一家科技公司了 贸协展望2022年 除了要将台湾形象展移施美国 更要建立元宇宙产业联盟 向应全球绿能共事 不远的将来 虚拟平行时空 将不再是科幻电影情节 而是你我的日常生活 欢迎训练李温宇 陈品珍 台北采访报道